隋阳帝给我们的形象就是非常反暴之人 自己的进攻见老皇帝最后一面的时候霸占了自己父亲的女人 大肆的指发百姓修云河 为了自己去将南游馆儿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修新都城洛阳是听一个道士讲 洛阳那里有帝王之气 巫师杨广便令人把都城建在洛阳自己亲自去那里压一压那里的帝王之气 派兵员整辽东去攻打高丽大量的争民夫导致最后到贼封烟自弃 但这些都是真的吗 不一定是真的哦 当年的杨广怎么可能是为了自己一点点的私欲而去破坏这十几年来的隐忍呢 杨广在当时的南方地区当了八年的统帅将领 又非常老练的政治智慧 怎么可能到了最后关头 为了一个女人去杀了自己的父亲 这个时候他要做的就是尽自己的孝道 送完老爹最终一程 这点完全就是后来的人 为了自己的对杨广的不同看法 去给杨广加上的这些事情在唐朝的记载中 根本就没有为了自己的游玩去修大运河 这怎么可能呢 修大运河是为了打通中国南北的文化交流 在随以前 中国已经分裂了四百年左右 所以到了随朝统一的时候 需要的就是南北文化的打通 让百姓对一个整体的国家有认同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南北的百姓进行贸易互通 让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这才修了大运河 那为了什么游玩 还有就是修建洛阳都城 修建这个都城是为了跟西安城一个扁丹之士 挑起圣的帝国 当年他弟弟在山东叛乱的时候 当消息传道到都城 已经是两个月以后了 所以这对无知理边疆地区大为不利 所以只能把都城往内帝千一千 修洛阳完全是出去当时的政治需要 在后人看来当时阳广派 人齿发辽东是神经病的做法 但是随阳帝当时想做的就是千古一帝 在帝王排名中有个名字 所以他为了中国的大一统 不得不做这件事 去把高丽再次纳入中华大帝国的版图 高丽跟内帝分开 是在建朝的时候 所以随阳帝要做的就是大一统 但是可惜的是第三次职 发辽东的时候耗费的人力 物力财力更大 百姓是在折腾的受不了了才造反 随阳帝打算的是发灭高丽 以后续行庆功宴 让百姓休养生息 但可惜的时候时间没有等他 他已经是正常的 已经是个大人的 专门在坚持了 所以这样子也没有 要有什么 我会继续 打算了 我会继续 我会继续